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查考圣经》 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是 诗篇37篇23至40节的经文 在《查考》之前有个温馨提示 请大家先预备一本实体圣经 以便等待《查考》的时候能够对照经文 现在先读经文 二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顶 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 他虽失却也不自全身扑倒 因为耶和华用手参赴他 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 却未见过二人避弃 也未见过他的后裔土犯 他终日恩代人借给人 他的后裔也蒙福 你当离恶行善 就可永远安居 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 不撇弃他的圣文 他们永蒙保佑 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展取 二人必承受地土 永居其上 二人的口谈论智慧 他的舌头讲说公平 神的律法在他心里 他的脚总不滑跌 恶人规探二人 想要杀他 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 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 你当等候耶和华 遵守他的道 他就抬举你 使你承受地土 恶人被剪除的时候 你必看见 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 好象一伙清脆树 在本土生法 有人从那里经过 不料他没有了 我也尋找他 却尋不着 你要誓策那完全人 观看那正直人 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 至于犯法的人 必一同灭绝 恶人终必剪除 但二人得咎 是由于耶和华 他在患难时作他们的形寨 要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 他解救他们 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 把他们救出来 因为他们投靠他 好 现在就是问题一 问题一的A题 根据23到24节的经文 二人的脚步是被谁立定的呢? 答案应该很快 很简单 没错了 就是耶和华 就是耶和华 预备和建立的意思 中文又会解释 使坚固、建立、正确、稳妥等等 和合本就用了立定 也就是说 他解释 神使信靠他的人 就坚固他 兼顾他 令他很稳妥 C 根据上下文 这些文 这些文 所指耶和华 立定了二人的脚步 实质是指什么 说的呢? 二人生活中行事为人的属灵原则 在人面前显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或者一种路径显示了出来的 跟上下文 这里所说的就是华道 成为一个倚靠耶和华而行善的人 另外就是 他凡事交托给神 最终能够彰显公义 又例如说 是能够恩代人 并且施舍 这一种就是 属神的人 生活的脚步 别人一留意一看 哦!原来他就是信靠神 耶和华神的 他是彰显神 给他学习 要显出公义的 等等 那这个就是耶和华 去建立二人 那个脚步的意思了 好!到问题D了 根据二十三至二十四节的经文 二人 二人虽偶有失脚啊! 那么二人何解? 仍能继续走二人之路呢? 你们能从圣经中 这个例子中 列王几相 十九章 一到二十一节 找到这种 二人生命在失脚后 仍能漸漸成熟的事实吗? 那就是得到神 他自己帮助立定他的路途 这个例子 又给你什么熟灵的教会呢? 好了! 那么就逐一解答了 二人偶有失脚 失去了以靠耶和华而行善的信心 这个特别指到这段诗篇 整篇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靠耶和华行善这个信心 失却了 但因耶和华的扶持 不自全然跌倒 最终仍然重拾一种 信靠神而行善那份的信心 所以这里所指的二人 虽然失却 但最终都是被神扶持起来 那圣经里面有哪个例子? 刚才就提到了 职皇纪相记载有一位先知 叫做以利亚 她见不到自己所期望 那个信仰的复兴出现 所以当她遇到难处之后 就因此心灰意难 在逃避神的期间 主恩待她 显大能和有适当的教会给她 最终先知就重拾 依靠神、侍奉神的路途上 最终按神的心意 替神呼召她的接班人 以利沙拉 原来我们属灵的成长背后 其实有很多的软弱 但最终都因为神的扶持 我们又站立起来 透过诗人的例子 透过以利亚先知的例子 成为我们的提醒 就是当我们站立得稳的时候 不要忘记背后是谁托着我们 所以我们当传、常传 这种谦卑的心 期望神尚常用大能 扶持我们 倘若有一日 我们心灰意难 或者我们失去了信靠神的心 我们失去了 好像诗篇一道说 倚靠耶华而行善那份信心 觉得这样做是没有意思的时候 愿神继续扶持、念吻、向我们说话 以到我们的心灵可以做一次的复兵 好 接着到2 根据25到29节的经文 作者大位从年幼到年老 未见过什么人被神所弃呢? 这等人的后裔也不会怎样呢? 当我们打开圣经一看的时候 由25到29节 很容易找到答案 对吗? 答案就是 大位未见过二人被神所弃 二人的后裔也不至于去讨犯 好 去到第F的问题 根据25到29节的经文 神就喜爱公平 不撇弃祂的行善的圣文 而且总原则是 二人必承受地土 这样 恶人和他们的后裔又有何等的结局呢? 又给你什么属灵的训绘呢? 恶人和后裔的结局是怎样呢? 好容易找到这个答案 但相比之下 恶人和后裔的结局 二人和二人后裔的结局 对照之下 被你在查经当中 你会想到什么属灵的训绘呢? 嗯 好了 我现在给答案了 恶人和他的后裔必被剪除 所以呢 作为父母的属灵责任是什么呢? 当读到这篇诗的时候 就提醒自己 是的 原来我在神眼中行二 学习恩信 靠姚华而行善的时候 我就成为我后裔的榜样 那不是因为我行二 所以我的后裔就一定蒙福 中间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行了这个榜样之后 这个小朋友 你的后裔又有一个很近的效法的对象 如果他效法呢? 他就在神眼中都称为什么? 恩信 倚靠神行善的人 那这个都称为什么人? 就是义人 父母也是这样 后裔也是这样 所以父母和后裔都成为义人 就承受地土了 就得着祝福了 所以作为父母 这个属灵的责任很重要 后代怎样? 会不会效法你? 是一回事 最重要作为父母的是怎样? 就自己承担起 作属灵榜样的责任了 另外再推前些 未结婚的 如果弟兄姊妹 甚至你未拍拖都好 你读到这里的时候 如果你想着拍拖 又想着会结婚生小孩子 那你现在就要先装备好自己 好好思想自己 在这段经文所说 在艰难之处 仍然会倚靠神而行善的呢? 所以 我们要找的对象 都是这样去学习 将来成为一个好的 爸爸妈妈作属灵榜样 以至能够将更多美善的榜样 展现在后裔面前 让他们有机会去学习 所以希望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有这种属灵的训绘 好 第一条问题 我们以下有回应经文 是由大书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 叫你们无瑕无痴 欢欢喜喜 站在他荣耀之前的 我们的救主 独一的真神 愿荣耀威严能力全并 因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归于他 从万古以前 并现今 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所以我们偶然有失脚 但感谢主 最终保守我们不失脚的 不是我们自己 而是我们 慈爱满有怜悯大能的神 希望大家明白 好了 现在就是问题二 A 根据三十至三十一节的经文 二人的口和舌头 发出怎样的言语呢? 答案是 二人的口和舌头发出 智慧和公平的言语 B 根据三十至三十一节的经文 二人的口和舌头发出智慧和公平的言语 这种言语是先存放在哪里的呢? 这种早已传放好的言语 又是从哪里建立的呢? 那我们查回 实体圣经三十到三十一节 那你们应该找到答案了 没错了 第一 就是先存在 这些 诗人的心里 诗人的心里 而这种 传在心里的言语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又是从神的律法那里建立的 那就是说 当这个二人的口所说的说话 和行道之前 是屡头这种真理理念 引导住 让我们能够说出 出于神 诗人文第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所说的 有没有矛盾呢? 因为那里这么说的 是神令到人建立的 那有没有矛盾呢? 如果有 如果没有的话 又怎么解释呢? 好 那我就给大家答案了 二人的心 先存放了神的律法 那这个人的信仰 就不止于滑跌 这是诗人其中的论述来的 那就是说 这个人要自身有个努力 好好研读 聆听神的话语 并且领受在心中 那样呢? 他的信仰是得以坚固的 那这个先后因果的次序 是说得很对的 鼎姊妹都是要自己好好努力 研读神的话语 因为神的话语放在心中 得到坚固 一种信仰理念 是与前文的论述是没有矛盾的 那为什么没有矛盾呢? 因为在三十到三十一节所论的 是二人若因信服而遵行了 心中已传的真道 在信仰的下验中得性而显出善和义 能够讲论出公平和仁义的道理 能够暂立得主 而前文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所说的是 是指属神的人 如果在某次信仰考验中 没有这份信服 心中已传的真道 这个人最终都会被建立 为什么? 因为清者人为义的神是信实的 祂愿意将其大能扶持祂 令祂重拾正轨 所以我们的追求 令到我们的信仰集乱得稳 是一个的层次去论述 或者某一个角度去论述 我们能够得着稳固的信仰 但我们都知道自己有软弱的时候 就是不顺服心灵里面所宣传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能够继续持守下去呢? 中间跌倒之后 为什么能够又暂立起来呢? 这个就是出于神的大能扶持 所以一个整传的信仰人生 能够暂立得稳 从自己的追求角度是事实 从神扶持的角度也是事实 是没有矛盾的 D 根据三十四到三十六字经文 大卫宣告等候神和遵守他的道 神必抬举这日 恶人被剪除之时 你必看见 然而若有人说 现在却常不见这个恶人被剪除这种事实 神这句话会不会太不可信呢? 你会怎样按经文来回应这人的疑问呢? 因为神这样说的 但我又见不到 神这样说也不值得可信 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我们用回这段经文的上下文 大卫原本想讲的原本的意思 去解答这个问题,好吗? 我们要回应这个人的疑问的时候 假设有,必须先回到圣经这段经文 和作者大卫写作这段经文的信仰思路 这段经文是大卫亲身经历过的 而在诗中作见证 证明了什么呢? 神昔日信实并公义的审判 在他短暂的人生中出现过 他见到的,是自己亲自目睹的 所以就宣告你必看见 因为他见到嘛 他就按他自己的信仰 亲力见到的东西 宣告这件事 你一定会看到的 那么这个你必看见 真正的属灵的意思在哪里呢? 因此,这句话是一个信心的宣告 与此同是一个圈面 昔日神是如此信实 从来、后来也必如此 因此,我们要学大卫忍耐等候 最终必恩信 看到神信实的作为 恶人被剪除 所以我们要留意一件事 在过程之中 现在未看见 不要疑惑 只要信 为什么呢? 因为大卫见过 而这件事 神一直都有做 因此我们传着信 虽然现在看不到 我们因着信 就必然看得到 二 根据三十五到三十七字经文 大卫不但劝勉二人 当以信心忍耐等候神 使你见到恶人受报 大卫有同事 勸勉二人 心中要注视些什么呢? 为什么呢? 好,答案就是 大卫有勸勉二人 心中要注视完全人和正直人的信仰见证 就是你看到恶人的同事 你看到恶人的同事 你不要忽视了 要注视圣经里面说 完全人和正直人 他信仰的见证 因为这种的人 和平人 有好结局 原文没有个好字 结局 这个结局 相对恶人的结局而言 就是好的 这个好是指什么呢? 这女的好结局 必定是指这篇诗上文所说 承受地土 相对恶人 终被剪取 即是说 二人当在信仰的患难中 更加要注意就是那些美善的榜样 不是单单等着看恶人的结局 自己因着信就效法美善的榜样 因深信自己这样行有好的结局 这个是活在地上生活之中 属灵的智慧 看当看的 信该顺的 好了 当我们查完问题二 里面那些小的问题之后 我们今天的回应经文 就是若看三书十一到十二字的经文 亲爱的兄弟呀 不要效法恶 只要效法善 行善的属乎神 行恶的未曾见过神 抵米雕行善 有众人吸他作见证 又有真理吸他作见证 就是我们也吸他作见证 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 所以透过这段经文 就回应第二题的问题 总结 我们要效法善 我们要靠着神继续行这条为善之路 让自己成为可以荣耀神的见证 好了 两条问题的总结 就是诗篇第三十七篇 二十三到四十字的经文 总结就是 二人能倚靠神而行善 是出于神的帮助 二人能倚靠神而行善 是基于心存主导 二人能倚靠神而行善 是因为爱慕好结局 圆神透过这段经文的总结 再次聚焦我们对神的信仰 取予神的帮助 基于心存主的道 和爱慕好的结局 我们仍然学习 以靠神而行善 今天查考圣经诗篇三十七篇 二十三到四十节 已经完成了 希望下一次再见 拜拜